既上次去了中山公园后 我们继续步行前往下一个地方 在路上呢我们经过了故宫和天安门 然后在天安门广场的东侧 就可以看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啦 一进去呢就看到里面人山人海的 因为那天刚好天气也超级热 而博物馆里面有空调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来这边 一边看古代和近代的文物 一边享受舒适的空调 我们首先去看古代中国 进去后呢就看到有很多古代的文物和历史 最吸引我的是两幅超级大的画 第一张呢是清高宗爱新觉罗红利的肖像 第二张呢是亲圣主爱新觉罗悬夜的肖像 博物馆里还展示了许多描绘当时古代事件的图画 每一幅都栩栩如生 特别的有意思 在里面最受欢迎的是明孝端皇后 九龙九凤冠 我一眼就被吸引住了 从外观就能看出这个手工非常的精致 而且历史悠久 它是在1957年出土于北京明定里的定宫 也就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和孝端皇后 孝敬皇后和葬礼的地方 属于孝端皇后的凤冠 非常的漂亮 通过这个旅程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 如果你们有机会 一定要来看看哦